2011年第17屆全国中学华语实施问答比赛总决赛 好 进入文学题目 第一题 这个应该不能了 哪一个节日被称为诗人节 东午节 对 2011年世界温泉日是落在哪一天 9月10号 答错 对不对去补答 3月0号 也答错 4月23日 也答错 好 公开正确的答案是9月8日 好 第二题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 哪一部剧著马来文艺本将会在今年完成 这是马来西亚翻译创作协会又一贡献 又一大贡献 红楼梦 红楼梦是错的 公 三个文学 对 好 谢谢 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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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国文学的意界在我国引起很大的回向 那尤其是翻译成马来文的一部中国民间故事呢 已经成为了畅销书 那这部中国民间故事是什么 呃 队友可以补答 孟母三千 不错 另外一组呢 徐福处亲 也错 正确的答案是白蛇 那我们这里呢 也还要提醒一下参赛的同学 不要咬耳朵 我们会提到答案水啊 对 好 那接下来就军同学 大江大海1949 作者是谁 隆毅台 没错 好的 李杰 那这个人呢 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古新国马 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 请问他是谁 韩玉 那是错的 对吗 你不知道 素四 也错 另外怎么样 柳中原 都错 为什么我们都会提醒 好像吧 很难的问题耶 OK 正确的答案是欧阳修 好 来 最后一题 要注意听 成为多个国家 2009年最畅销的书籍 并且被台湾摩克莱网络书店 列为2009年度100大畅销书 第一名的曝光之城 作者是谁 作者是谁 史蒂夫 作者是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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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对 可以不答 好 不然我们扣分 扣红观众的分 干什么分给扣 哈哈 班约赛卡莉 那 他们是答对的五分 五分是吗 恭喜 好 好了 这一个人混学结束 我们要看一下分数是多少 其中播中法是 一百一十二分 大声叫余金 然后要八十二分 好 继续努力